在米飯上鋪上小黃瓜及紅蘿蔔等食材 再捲成條狀 會讓社群長輩吃得健康 獲取多樣化的食物 滿足營養的需求 草屯鎮福利化社群小企店團隊 特別在敦河社群規劃健康性主張 低碳蔬食料理的課程 邀請食技志工教導社群的長輩 製作健康美味的蔬食料理 帶著這種低碳的蔬食 就是也教長輩他們回到家裡 要怎麼樣料理會比較健康 在社群裡面就讓他們實地實作 讓他們真正體驗 原來低碳蔬食料理的做法 是可以這樣把我們的身體健康照顧起來的 經過老師的精心設計 讓我們的蔬食更精緻 也更達到營養的目的 大家就有更多的興趣來推廣 透過自己動手做的過程 讓長輩們認識各種不同的蔬食 特別選用石菇米 鼓勵長輩嘗試多樣化的料理 從中加強及攝取營養成分 這個石菇米是我們力推的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人 我們在家享用都是吃白米 但是多種的營養就是有多種不同的營養分存在 所以我們會選擇石菇米 就是說幫老人加強他們營養成分 讓他們認知不要只吃白米 石菇米裡面的營養分也很多 希望他們能嘗試一下石菇米的多種料理這樣 除了講求熱量低 不含膳食纖維 優質蛋白 最重要的是方便準備健康又營養 藉由健康美食課程 藉此推廣有激蔬食 既健康又低碳環保 回去之後也能夠自己動手做 與家人一起分享 做酥食的最好啊 做身體健康 我覺得做酥食的酥食 我做這個對我們 也可以做給家裡 孩子吃酥 吃啥 要大家吃酥食的 對我們身體很好 我整個家 吃到八十九個 我沒做到 第一次做 他們都給我們穿得很好 料都給我們配合 給我們很簡單 很感恩 感恩主席 給我們這麼老花照顧 就說一些 對瘦鞋 對獅子 對啥 很有幫助 來幫我們教 只要透過簡單又多元的料理方式 蔬食其實美味又健康 主辦單位希望能夠將蔬食好吃又健康的理念 傳遞給長輩 不但可以促進身體健康 也是達到最好減碳的效用 記者洪一輪炒豚 採訪報導 主張 smartphones 要操作 用比較簡單的 好